8月6号,国际军事比赛2019晴空防空导弹兵技能赛在中国新疆库尔勒赛区开赛,来自中国,白俄罗斯,埃及,巴基斯坦,俄罗斯,乌兹别克斯坦,委内瑞拉7个国家的防空导弹兵展开角逐。 晴空项目技能赛成绩7号公布,中国参赛队以29分33秒484夺得第一名,俄罗斯和埃及参赛队位列第二第三名。 晴空,一一字俄语将空袭之敌化为乌有,该项目参赛对象为陆军防空兵,设置技能赛、多能赛、综合赛三个阶段。 技能赛中,每个车组需在9.5公里的闭合赛道上通过车折桥、射水场、防坦克好等障碍,在指定射击地段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,高射机枪对不同把镖进行射击。 据晴空项目中方领队侯强介绍说,赛程设置为三个阶段,各有侧重,循序渐进,难度逐渐增加。 障碍物设置也充分考虑实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地形、地物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求。 技能赛,那要我们防空兵每一个专业基本技能来进行比拼。 用一句话来讲呢,它更多的是体验我们新型的防空兵导弹班组,在未来战场上综合的防空效能以及战斗技能。 侯强介绍,这次参赛的中国队员均是首次参赛。 只听通的一声,记者还没来得及拍摄到空中高速飞行的把镖。 中国参赛队指挥员丁维昌已经完成目标搜索、解锁发射。 几秒钟后,防空导弹在空中滑出一条完美的弹道弧线,成功与高速飞行的把镖交汇。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经历,对于一个防空兵来讲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更贴近于实战,而且对防空兵队员的心理素质考验是非常大的。 尤其是临场发挥,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置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。 晴空项目白俄罗斯领队亚历山大列维告诉记者。 中国参赛队要求高速飞行的免购,一切开场合作、一切开场合作的朋友。 我们非常感谢在此,我们非常感谢为我们的帮助来充足处理责任。 我们最后来自然而成功的参赛。 我们都需要一个是说的敌人,我们做成功的朋友们,我们做成功。 据悉 国际军事比赛2019晴空项目的多能赛综合赛将分别于8月11号13号进行